岛屿 岛屿,在中国组单有一个规律,各队的主帅,尤其是外教,第一年往往能够得到很高的评价,但第二年往往才会迎来真正的考验,从新约的朱广乎,杜一哥为奇,到后续的高红波,卡玛乔,乃至俱乐部层面的曼法洛盖莫例外, 相比之下,前广州恒大队主帅,现任国族主帅尹胡李皮无疑是幸运的,在恒大的两年半,李皮带队拿到了除中超杯冠军之外的所有荣誉,在2014赛季帅队成功未免联赛冠军之后功成身退,而如今,逃过一劫的李皮将在国族帅位上,迎来自己的第二次大考,大考将至,李皮的大考才刚刚开始, 尽管但是预赛中李家军发挥神勇,六轮比赛三胜两平一负,拿到11分,李皮搏命式的打法,居然没有出现惨败,意大利名帅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连场指挥能力真不是该的, 但不得不说,中国队换帅后的第一年球队,往往可以打鸡血,只要不是凯马乔那样的伟名帅,基本上成绩都会有所提高,而第二年中国队的成绩往往会出现大幅度的下滑, 比如李家军在中国杯上的惨败就说明了这一点,如今中国国奥队面临着亚运会的中投,如果李皮团队想要在未来的许约中占据优势, 那么中国国奥队就必须为多取奖牌而努力,以目前中国国奥队的实力而言,如果目标定为杀剑八强,我想国奥队可以相对轻松的达成目标,但,要杀入四强甚至夺管,说真的,有点难,要多取奖牌,难度恐怕就更大了,从不远,到不得不,一间双交模式下里皮位置很尴尬, 早在2013年恒大夺取亚冠时期,有传言足协曾经考虑要李皮在国家队和恒大队之间,实现一间双条方案,但是李皮最终没有答应,如今国奥队在马达洛伊的麾下方会不佳,成绩飘忽不定,李皮紧急持援国奥队,但别忘了,中国足球史上不缺乏一间双条失败的先例,之前的霍盾,后期的杜伊科维奇都不幸中招, 下一个中招的对象会不会是李皮,想到这一点,一直力听李皮,不认为李皮是中国足球的孔宁先生的小小不由的后背发凉。